驚慌失措 跑到大馬路上 後方緊跟著三名凶神惡煞 其中一人手上還拿著鐮刀 遭砍的陳姓男子連滾帶爬 不斷求饒 但嫌犯似乎沒有停手的意思 高舉手上的鐮刀 繼續往陳姓男子身上砍去 直到目擊民眾出面阻止 才快閃離開 目擊民眾嚇傻了 趕緊打電話報案 陳姓被害人倒在地上 表情痛苦 渾身是血 警銷趕到現場後 火速將他送醫治療 休閒下手毫不手軟 刀刀劍骨 陳姓被害人 右手和左腳都有長15公分刀傷 幸好沒有命中要害 緊急包扎治療後 已經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初步調查 兩人相約在基隆定內交戰談判 陳姓被害人 因為激欠張姓嫌犯70萬元 拖了一年多沒有還 張姓嫌犯一氣之下 拿出30公分長的鐮刀 出手砍傷對方 犯後自知闖下大禍 已經自動到警局投案 一時衝動犯下殺人未遂罪 整個過程都被拍了下來 罪證明確 就算後悔也已經於事無步 記者出現有些追蹤 文思涵 機中報道